那時候有嚇到 對 那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 他那時候像是在脫塞的那種 沒有 我們那時候有東西 突然就那個 退塞了 全明星林玉書稿事對話鐵證流出 林志宇報錄影當下才知他退塞 很多訓練太龐大的訓練量 會讓他比較不舒服 所以他就是比較常在旁邊休息 那時候有嚇到 就是很突然的一個消息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那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 那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 沒有 嗯 這樣我們過來 對啊 我們那時候都很想 突然就那個 退塞了 全明星四黃隊的林玉書 爆出其實是遭到霸凌排擠 受不了壓力才退賽 隊長壯壯的時候 當其衝 社群遭到網友洗版 好在壯壯購妝 做個流言肥語 我都會把你們看起來 16號新聞爆出當天 他發文寫下相信玉書 即使中途離開 仍是黃隊的一份子 怎麼可能想傷害我們呢 還順道幫林玉書宣傳了一波 不管橫砍直砍 都值得一個respect 我覺得撞到很辛苦 就是他總是為團隊想要說 雖然他沒辦法有好的運動表現 來幫助團隊拿下聲 但是他可以犧牲他的個人時間 來安排課表 借場比問教練 來讓我們有好的場地去做訓練 他覺得他這兩題也是在幫助團隊拿下聲 這句話我覺得 讓我很感動 But現在戰況演變成知情人士爆料 vs知情人士爆料 重磅爆料再指出 林玉書只在攝影機前練習 唯一找藉口早退離開練習的 永遠只有他一人 全明星的所有人都看在眼底 隊長壯壯不斷鼓勵林玉書不要放棄 替隊員買單吃喝 結果來早上6點練習華龍舟時 他卻趴在沙發睡覺 現在新聞溢出來 害壯壯不只丟了一個代言 還被退好幾個活動 據夏威慈 壯壯爆哭到不行 不懂為什麼對方要如此對他 誒 難道是成像起風了 成像起風的 這不是三國演藝那個嗎 啊究竟是在演哪出咧 林隊郭宏志直接在隔壁開了小火鍋 表示排便不順暢有可能 但排擠是不可能發生的 請問有自導自演的影片推薦嗎 提醒自己保持一顆堅強的心 到底是誰排擠誰咧 總之小小過去按這則留言讚肉 紅隊的隊員彭尊 引用讓子彈飛一會兒 鄭進心跟劉新宇則不約而同 剖出牆尼戴普的照片 似乎是按指前期安博 自導自演最終敗訴的結局 我們團練就是團練 那你如果在團練的 其他時間 空閒時間 那你可以去練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們壯壯隊長 他會把課表安好 然後放在上面 那如果有人沒辦法到的話 就會說我去工作 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沒有獨佔 沒有獨佔就有錢 大家都有時間到這個 對 對 知情人士表示 黃隊成員多次希望能好好磨合 劉新宇曾經因溝通過程 認為自己口氣過重不妥 當眾對林玉書90度鞠躬 但林玉書卻白眼劉新宇 我就是不爽他啦 林玉書提出身體不適要回家休息 卻可以出席活動 甚至公益籃球賽 根本就是找藉口落跑啊 翁子曼被鐵餅真的打到頭腦震盪 就整休息兩周回來 而我這樣難聽點 他被排球打到的強度 會比翁子曼嚴重嗎 周刊爆料當下 正好是黃隊跟藍隊錄影時間 成員們情緒大受影響 林玉書下午還特地跑回現場 要求大家一起開IG貼動態 讓在場成員感到非常不舒服 那時候就是 大家還是在比賽狀態下 所以也沒有多去做一些回應的工作 各位就說就是專心比賽 我們把演技師做好就好 其他事情變得要管